首先看看吴尊家里的厨房 我之前就知道 吴尊家里的厨房 特别特别的有看头 来 吴尊老师 我们看看你家的厨房 陈树老师赶紧看一下 可以了 这么干净 从来没煮饭 好整洁 对 这是拍广告的 那个是上班的 有很多去过各地的 那个丁香切 对 你那后厨一样大吧 就是去了什么 我家都会买那个贴 冰箱的食材有什么吃的 其实我们这个家 就是很多家庭都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的厨房也会比较大一点 是个大家族 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放冰箱的 他有一个冷藏室 有一点点像 你不会开门 开门冲去了吧 有那个钥匙 洞库 怎么怎么怎么 转镜头 出现了一种中小年人拔手机的感觉 哦 来了来了 火 这么大啊 这边就有冰箱 冷冻冰箱 好像酒店的那个很厉害的地方 很厚厨 然后就是每一个地方 可能嗯 有些地方是放海鲜啦 比如说放放鱼头啦 然后有些是鸡 鸡肉啦 对这些鸡肉都是你看都有放 都有写日期啊 啊啊 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好这个办法好 我把肉冻到冰箱里到就是要用的时候 我不知道哪个是猪肉哪个是牛肉 分辨肉你处的一下吧 他只要那个肉闷那就是那就是牛肉 哈哈哈 哈哈哈 帅 有东西太大了 这边 就放一些青菜咯 哇 哇 你看还是还是按颜色分的 刚才那个绿的跟红的 那个颜色都分在很细的 你看 哇哈哈哈哈 就这个家里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好干净啊 嗯 这边里面的冰箱就放一些 比如说啊 饮料 这是牛奶 水果 牛奶啦 卤肉啦 优格啦 这种东西咯 水果 优格 对 哇 他们家都感觉就是小朋友 讲究 讲究 我们家里面的人 都会比较注重整齐这个东西 哦喜欢哦 对对对对 所以就习惯了 一般家里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最多大概能有多少人一起吃饭 四个十五个吧 对 经常吗 每天吗 每天 每天 每天十五桌 十五个人吃饭 对对对 大桌 这边会坐大概七八个人 然后这个桌子也会坐这样子 对 哦 好热哦 那您自己平常会下厨做饭菜吗 我很喜欢做饭啦 我很喜欢做